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响应新美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新美市政府社会局与曼多发型 数人家商及洪家军议员 在数人家商共同举办捐法助挨有的活动 7月6号在数人家商举办的捐法活动上 特别由新北市副市长刘和兰代表致政 感谢状给予捐赠者 每一处捐赠的头发背后 都代表着特别的意义以及温暖 刘和兰表示 透过每次捐法活动 都可以感受到社会善的流动 每次的活动都将许多温暖的心聚集在一起 有曾走过辛苦的化疗路后 回头帮助挨有的 也有单亲新住民带着孩子 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 每一处头发背后都有太多的故事 都代表着一份坚毅与温柔 如此的独特且让人暖心 我想每一年到了这个捐法的活动 其实都很感动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 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 花了两年的时间不燙 而且要好好保养自己的头发 头发才有办法在两年一到 把这个头发捐出来 帮助我们很多癌症的朋友 因为这样的一个散举 其实对我们癌症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自己要对抗这个癌症的治疗过程以外 他知道有一批人关心着他 尤其有一个小朋友或是一个大朋友 捐助他的头发 戴在他头上 陪着他来对抗这一次的这个挑战 所以已经连续八年了 非常谢谢我们的家经律员 那也谢谢我们的曼都 还有我们今天素人家商 尤其立校长带领的团队 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爱心 它可以在每个角落发生 第八年梅合活动同时也亲自出席捐法的洪家军议员表示 连续多年下来坚持办理及亲自响应 除希望让更多人看见这社会部分人的需要 让更多人愿意分享自己的爱来温暖这个社会 夏天也是毕业季节 透过暑假办理捐法活动鼓励毕业的学子 可以用捐法公益的方式作为迈入新阶段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透过头发传递人之间的温暖 让爱不断的延续下去 我想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 我们连续好多年一起共同来做办理 那当然也包含我们癌症基金会 那因为像在坊间我们常会看到有相关的团体 共同来办理各种的一个捐学活动 但是捐法的活动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比较少见到 那也因为如此我们也看到 这个社会上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也持续每年跟社会局 还有就是我们的癌症基金会 共同来推动这件事情 那到我想各位可以看到现场也有很多的好朋友 他即便人今天可能没有来到现场 但他也都已经借由相关单位 包含家居服务处这边 也都收获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剪下来的头发 那我想一点一滴就是累积地方很棒的一个爱心的能量 树人家商校长丽政兰认为在公益的参与上 学校正在教育的角度不仅认同更将权力支持 本次在树人家商校内举办 不仅在场地上能够让更多人参与 校内美容科专与培养学生专业技能 在设备及人力上均可提供支援 且在曼都专业设计师的带领下 孩子不仅能够有参与公益的成就感 更能够获得难能可贵的实务经验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 在我们家庭议员的号召之下 然后让我们树人家商有这个机会 参加这个爱心大平台 这样的一个爱心活动 那我想也因为有这个活动 所以我想我们的学生们 也有这样的一个做爱心的机会 那我想让除了学生以外 当然也包括学校能够有不管是在器材 空间人力各方面的一个资源 那我想做爱心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一起来参与 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自108年6月正式启动 获得社会各界团体 公庙企业及善心人士的响应 截至112年5月 供货物资及捐款总额 市值达到新台币42亿7千万元 受益人次达到3682万人次 也期待透过此次的捐赠 能够抛砖引预 吸纳更多社会爱的力量 达到善的群团 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导 在基隆有个温暖的生命故事 有一群视障朋友学习打击乐 组成目击者乐团 他们不放弃学习的机会 花很多时间 比一般人更努力的练习 一起来看他们勇敢 打开内心的故事 这个由视障朋友组成的目击者乐团 近来参与不少社区活动 用心演奏与表演 获得了各界肯定 我们这次表演 其实这个是 已经是第四次表演 第一次我们就是音乐没有下好 然后我们觉得 没有演奏好 非常的沮丧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 音乐没有下 但是我们已经有上次的经验 我们很冷静 然后其他音乐完全放对了 我们再继续 他们都是基隆市 盲人福利协进会的市长朋友 在何必真理市长的鼓励下 他们非常勇敢的从家里走出来 组成目击者乐团 市长子在家里的话 当然比较枯燥无味 你出来接受一些课程活动的话 当然每次出来都有不同的心情 不只是打鼓 就是从音乐下来到每一组 不同的活动 然后大家会考虑到各个方面 然后其实对市长朋友的视野跟合作心胸 也会打开很多 这次练习成员当中 还有一位国际级的钢琴家许哲成 他说与同伴一起练习 有一种温暖的陪伴感觉 他非常喜欢 互相陪伴的感觉 对因为我喜欢热闹的氛围 主要是人与人相处的氛围 对那自己练其实就很孤单 在家里比较枯燥无聊 出来的话就跟同侪一起学习 比较好玩 长期的学一段时间 说不定对我本身的钢琴 也会有一些帮助 然后对我也会有缩压的效果 身体上的帮助就是运动 平衡身体的结构会有帮忙 何碧珍理事长要特别感谢 李欣伟老师 充满爱心与手把手的教导 提供各项资源 促成了事长朋友 能够一起来成团练习与表演 这个势力交响乐的李老师 是一个非常友善 我正想说第一个去年是打垃圾桶 然后场域找不到 又觉得很吵 下面的人也是在抗议 然后李老师就是 义不容辞就是愿意提供场域 然后提供师之 对在没有乐博的情况下 那他们也要做 跟有看补的人一样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 我觉得我自己收获蛮多的 对 有没有遇过让你觉得 还蛮感动的他们的学习精神 有耶他们会非常认真就是说 老师我这句不行 可不可以再多讲两次 就是单独来问我 那我就单独处理 就是陪他们把这个 可能不熟悉的句子 或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它 那我就陪他们一句一句拆解开 然后把它完成 从这群市长朋友的表演当中 不难发现 从练习到演出 一步一步都不容易 所以他们特别珍惜 这样难得的机会 李市长也非常鼓励 这些市长朋友能够走出来 打开心胸跟社会互动 感受社会的温暖 也启发更多人 要珍惜生命与时光 即使遭遇坎坷命运 也要用勇气与智慧来面对 活出一片天 记者黄日生陈淑萍采访报导 台南音乐与生活美学协会 李市长苏明咒 为了让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能多了解社交与西餐礼仪 特别举办了餐会 还邀请到30多位 各行各业的精英到场陪伴 希望这些孩子 透过学习观摩 将来出社会后能有所成就 台南音乐与生活美学协会 理事长苏明咒表示 他每个月都会与各行各业的 社会精英聚餐 互相了解各业界的情况 希望借此成立一个互联网 让不同领域的行业 能够互相交流 这个月的聚会正逢暑假开始 他也想趁这个机会 让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提早接触社交礼仪 特别在这次的聚会活动当中 为小朋友安排西餐礼仪的课程 日保保险柜所成立的 台湾音乐与生活美学协会 所主办 我们类似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在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都有办理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知道我们西餐的礼仪 他要如何来用餐 这个对于他们日后 走入国际是很有帮忙的 另外我们在成人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来介绍 我们葡萄酒有不同的品种 有白葡萄酒 有红葡萄酒 有香槟 那我们应该怎么饮用 有不同的杯子 一般来说品酒 都只有所谓的这个酒类 然后做教学 都没有音乐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我们邀请了三位音乐老师 永福国小音乐班的音乐老师 来演奏钢琴 小提琴 以及萨克斯丰 我希望能够把音乐和美酒 能够做搭配 那么这样子的活动 我相信能够让大家印象深刻 从来没有去有类似的 这样子的活动 让大家真的能够 所谓的富而好利 有的小朋友 因为是第一次拿刀叉用餐 虽然不习惯 但也觉得非常有趣 用餐结束后 苏明咒也赠送每位小朋友 一份伴手礼 以及500元的奖助学金 鼓励他们在未来要立志成长 苏明咒希望邀集更多企业界的好朋友 未来多关怀弱势家庭 共同创造一个善良及正能量的社会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勇市政府教育处 与牙医师工会长年合作 每半年就会安排牙医师 进入幼儿园口检和图佛 今年更有创新的 基勇市幼儿多元活动 小小牙医出体验计划 直接邀请大班幼儿生参访牙医院所 不只翻转对牙医恐惧的印象 更获得正确的口腔保健习惯和知识 帮恐龙刷牙咯 怎么刷才正确呢 前一幕花下 小朋友美人 现在都很懂刷牙 我有学到要刷牙 因为我以前刷牙的时候 才刷一下下就刷我 现在我听到的这句话我要练习 我就觉得我要练习刷慢一点 让我学会小鼓牙刺 听到很多东西 在这里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刷牙 还有还有 躺在诊疗台上的恐龙要看牙 小朋友们化身小小牙医 诊疗室变为有趣的口味教室 议长童子伟 很感谢市府与牙医师工会的协助 真的翻转小朋友对牙医恐惧的印象 我们从小就可以认识 这个保护牙齿的动作 以后老了就不会缺牙 我想非常感谢这样子用心的活动 让我们每一间幼稚园都有机会 来这个到诊所实际 让我们小朋友的体验 以后就不会害怕看牙 像我从小就非常害怕看牙齿 我想我们现在这样子的 这个牙医师工会的能量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跟协助 那也特别谢谢教育处的用心 常年与牙医师工会合作的教育处 今年大突破 推出幼儿多元活动 小小牙医出体验计划 我们是以全年性的活动 在今年3到12月间 会有接近30场的活动 让幼儿园的小朋友 亲自来到牙医师诊所 来做一个结牙的体验 然后增加他们护牙的知识 那我们今年预计30场会有600位以上的小朋友 在今年能够做体验 我们更期待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在毕业之前 都能有这样的体验 期待就是金融的小朋友 未来每一个都牙齿健康好壮壮 让他们能够从小就保护牙齿 老来就不缺牙 那我们金融市牙医公会呢 全力的配合教育处的这一项活动 真的是全力配合 布立医院牙医科主任蔡宛如 新龙牙医诊所林新娘 及成敏牙医诊所林建宏 三位医生发挥创意 运用绘本 道具模型 桌游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宣导幼儿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 比如看牙齿会不会害怕 不会 好每天要用什么牙包刷牙 那浓度要多少 一些 除了牙刷还有没嚼的什么 牙屑 牙屑很棒 从小保护牙 老来不缺牙 透过创新的计划 让更多的小朋友重视口腔保健 长大后都能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小小牙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符合国中近期开设的暑期育热营 邀请到新北市各国小高年级的学生到学校进行职业试探课程 以化工群 食品群 艺术群强调实际动手操作的历程 新北市符合国中暑期育热营分别以化工群 食品群 艺术群 开设职业试探营队 邀请新北市各国小高年级学生一起参加 符合国中学务主任林盈静表示 艺术群动画玩起来课程带领国小同学体验逐格动画的制作 符合国中的直探中心我们开办的是化工群 食品群以及艺术群这三个职业的课程 那我们非常强调的是让学生实际动手做 那在我们今年的暑假我们办理的课程当中呢 在艺术群我们邀请的是志光商工的多媒体设计科的吴慧燕主任 来带领孩子进行动画玩起来的课程 那孩子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他会学习到一些动画设计的技巧 那孩子们呢都非常乐在其中 志光商工多媒体设计科主任吴慧燕应邀担任艺术群动画玩起来课程指导老师 课程中同学们聚精会神的操作平板 马上将上课所学技能制作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影片 吴慧燕表示从同学的课堂作品中可以发现构图发想都相当有创意 这是符合国中的直探中心动画课程 那他主要呢是在学习逐格动画 我们动画的基本的原理 那借由一张一张的照片 然后设定影格 再给他一些背景特效等等之类的 让他呢在动画上面更加的有趣 然后有创意这样子 那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学生在生活上都可以随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话我们是用便利贴去做相关的创作 那所以学生有很多的作品都非常的有趣 比如说用贪食蛇的方式去做创作啦 或者是用图形的变化性 然后去做一些构图 那可以激发学生在图像的转换 或者是我们在动画的制作的一个发想 因为我喜欢动画 所以我今天来参加组格动画的班级 学到就是怎么做动画 然后还有跟同学一起合作 学到什么是组格动画和怎么制作 还有团队精神 觉得学到的很有趣 觉得很开心 符合国中植探课程师之阵容坚强 邀请五所职业学校专业师之授课 让孩子在欢乐中探索未来 强化职业试探教育往下扎根 达到适性养财的目标 记者苏建民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桃园市涉及人口 在今年六月份突破了230万人的门槛 是六都人口中唯一持续正成长的城市 而第230万幸运儿 是来自杨梅的朱小弟 恰好他在5月20号出生 数字谐音 我爱您爱上您 让桃园市长张善震直呼好巧哦 送上礼券礼品祝福朱小弟健康长大 桃园市涉及人口 在今年六月份正式突破230万人 而第230万幸运儿 便是这位来自杨梅的朱小弟 桃园市长张善震也在5号上午 特别去这礼券和新生儿商品给朱小弟的家人 以资纪念 得知朱小弟还恰好在5月20号出生 数字谐音 我爱你爱上你 也让市长直呼好巧 朱小弟的父亲也分享 当初接到电话还以为是诈骗 觉得十分荣幸 儿子能获得独特的纪念 而作为新手父母 他们也考虑一年后再拼一胎 市长也立刻计划 表示会尽全力帮助他们 冤以再生 因为一开始连续就是 郑小姐连续打了三四通 然后妈妈在睡觉 然后妈妈不以为意 然后后来接到电话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说 是不是诈骗集团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我有去求证 就是说用那个whose call 然后去说 是真的确定是政府的电话 呃就是特别就是请假 然后来带小朋友 跟妈妈来颁奖这样子 对对对 蛮有意义的 给她一个留念这样子 为何有打算在什么 呃可能有跟老婆讲说 一年后啦 一年后 可以 如果稳定的话OK啦 对对对 我会尽全力让你稳定 哈哈哈哈 桃園市自升格以来 人口不断持续成长 许多脱北者或是年轻家庭 都纷纷来到桃園定居 而根据内政部统计 桃園更是 今年六都唯一人口 持续正成长的城市 因此桃園市长张善政 也现场宣言 会继续努力推动 完善建设和政策 拿到桃園成为年轻人的 移居城市 呃今年的五月二十号 我们桃園诞生了 我们第两百三十万位市民 一位朱小弟 在我左手边是 我们朱小弟的爸爸 呃我们桃園 从二零二零年年初 两百二十五万 到今年五月二十号 两百三十万 呃我们人口是六都里面 唯一正成长的 正成长的来源 一个是呃不断的有 外地的年轻的朋友 搬到我们桃園来就业居住 二则就是像我们朱爸爸这样子 呃生育的贡献 让我们桃園 呃突破两百三十万人口的大关 今天特别颁一个奖牌 纪念了我们这个两百三十万的市民 呃给我们朱爸爸以外 送他一些我们的预音用品 呃还有一个小火车的模型 呃我们希望说呃要打造一个 宜居的桃園 那宜居的桃園不是我们市政府的官员 说说就算了 我们希望用数据来证明 那么桃園的人口持续增加 就是我们桃園移居 呃就业最好的证明 我们会继续努力 把桃園打造一个 让朱爸爸可以长期在桃園 呃安居乐业 呃安居乐业 好好教育小孩的一个环境 让他能够没有后顾之忧 把他的事业也打拼出一番呃成就 谢谢 台湾市长张安政最后也死心加码 送上一台火车模型玩具 期盼能启发朱小弟成为铁道迷 并向父母保证 会全力来完善托育环境 让桃園成为父母 生养教育孩子的首选城市 记得刘雨婷 台湾报道 迎接暑假 国家艺术殿堂 魏武营艺术中心 今年再度和五星级 知名饭店业者跨界合作 联名推出结合景点旅游 和艺文饗宴的住宿染人包 同时也有主题套房 和魏武营艺术中心的同步优惠 为国内暑假期间 带来不一样的旅宿模式 暑假到来 请此出游想要来趟不一样的旅程吗 国家艺术殿堂 魏武营艺术中心 在这次暑假期间 特别跨业结合知名饭店业者 推出景点旅游 住宿染人包之外 更有主题套房 和魏武营艺术中心的同步优惠 让艺文饗宴也加入了旅游市场 因为我们在魏武营 有很多国际来的表演团队 尤其是交响乐团 或是说国内从北部下来的交响乐团 那他们在这边演出常常都有过夜的需求 那高雄福华大饭店 其实是一个 我们从当时开始 就一直是非常 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一个伙伴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呢 我们就尝试在文创 文创商品的部分 我们也有做合作 那另外在去年开始也 也有了像现在我们各位看到 这个主题套房 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专案 那这次的住房专案呢 除了在高雄也特别呢 到了新竹石门还有西头 让大家可以跟着 可爱的吉祥物一起 北中南玩透透 那另外呢 像暑假目前的一个住房状况 其实平日呢 大概来到了六成以上 那假日呢 大概有到七到八成以上 那持续呢 还有民众在订房 那相信到时候订房状况 会是更加踊跃 集合充满童趣艺术氛围的暑期旅游 让小朋友在想象欢笑中成长外 也可以实体接触 饭店业者用心布置的亲子套房 打造出满满的魏武营 国家艺术中心童趣氛围 业者同时也将联名住房活动 拓展到外縣市旗下饭店 只要入住 价值超过两千元的周边联名商品 通通都可以带回家 今年呢 那也借由福华大饭店的这个引介 我们的花露露 也就是我们的在同乐节的这个主题人物 还有我们魏武营的代言人之一 或是领路人之一 那他也有了一个朋友 就是我们的欧比熊 那我们今年呢 就很欢迎 不管是高雄或是南部 或是说全台湾的这个亲子 家庭们 还有小朋友们 来我们魏武营 从7月6号到23号 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表演 节目工作坊 甚至还有运动竞赛 可以参加 那这一次呢 在暑假 饭店也特别洗手 魏武营推出了一个 亲子套房的一个住房专案 那在这个住房专案里面呢 大家可以在客房可以看到 我们可爱及乡物 后必熊跟华露露的身影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拿到价值两千元的 可爱周边 那这个住房专案像是 有一兆人数啊 搭配双人房 或是桃花家庭房 那每房的是 三千九百九十九元起 那除此之外呢 像入住这个住房专案 还可以享有像是 魏武营童乐节节目的 一个购票八折优惠 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 在去年就与饭店业者合作 联名专案客房一推出 马上就被抢定一空 今年再度合作 又适逢意后旅游旺季 势必将替国内暑假期间 刷出国旅市场 不一样的旅宿模式 更引领一波 充满艺文响宴的 亲子旅游话题 全台最长同时具有 大众运输性质的 猫空缆车 在疫情解封 年度大准修后 重新开放营运 现在就来一探神秘的 猫缆维修除车区 一起来了解猫缆运行的原理 还有车厢及缆线 如何维护保养 在北捷猫缆中心 主任黄志明指挥下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长 陈树惠及旅行社业者 共同举起 实际体验 支撑猫空缆车 运行缆线的重量 这里是猫空缆车 维修除车区 让长达4.03公里 设有25吨座 国内最长缆车线 能够正常 赞予旅客上下 木栅猫空地区的秘密 就在这里 我们的缆神 在站阶 原来是靠什么 我们的塔柱把它撑着 我们的塔柱 从山下到山上 总共有25吨座 25 这个地方是我们缆车 每个礼拜天的晚上 要把它回送到 这个除车区里面 来做一些清洁 维护跟保养的地方 除了了解 猫空缆车运行原理 如何维修保养 以及踩L型路线的原因外 目前只开放学校 预约导览的 帽空缆车维修储车区 还设有节省区 想让参观学生 学习到更多知识 收获满满 我们提供给国小 国中还有高中的小朋友 可以用班级的形式 来这边进行 校外教学的导览 那校外教学的 这经费非常的划算 我们因为在推展年 每个小朋友其实来回的票价 包含导览只需要100块 那如果说老师的班级里面呢 有一些比较清寒的小朋友 没关系在到达现场的时候 告诉我们 我们那个小朋友 是可以免费的提供这些服务 我们这里面 把我们110年换缆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 尊贵的一些缆绳 把它保留下来 例如说刚才看到了 我们举缆绳的这一条是 我们缴接在一起的缆绳 两条之中的其中一条 那还有一些缆绳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旧的缆绳 也把它拿来做一些 简单的绳结 我们为什么要简单的绳结 因为其实我们在高三作业 时常需要一些 吊挂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 学会一些基本的绳结 所以在这边也可以提供 给小朋友认识一些 基本的绳结 在今年疫情解封后 暑假前刚完成年度大修 恢复云运的猫空缆车 搭乘人数也逐渐回流 尤其外籍游客比例大增 很获好评 我感到感到感到 因为我从来没有 坐在一个大幅空缆车 109年疫情之后 其实国外的观光客就很少了 那一直到了今年的年初之后 边境开放 我们的观光客开始越来越多 那现在大概差不多 两层到三层是国外的观光客了 反而国内的游客 也没有 也恢复到108年之前的那个运量 所以我们今年的运量 其实非常的好 除了鼓励学校到猫懒进行校外教学 暑假期间猫懒也推出新光票活动 每天下午4点后 由猫懒动物园站搭车的旅客 可以享一趟50元的优惠 欢迎国人夏季傍晚来猫空搭乘缆车 在美丽的山林间享受清凉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由台南市文化局和通文化艺术基金会 共同主办的合同杯街舞大赛 第一届获得热烈回响 今年再度回归 不仅有优务的奖金 还提升了赛制 吸引了30支队伍报名参赛 青少年精彩的舞蹈 为合同杯街舞大赛来宣传 今年的比赛进入第二届 期盼透过比赛 让青少年培养对街舞的兴趣 增加他们对艺文的热爱 并展现自我 透过团队的合作 以及同才的认同 目标一致 同心协力一起向前 同步呢 他们队员们集思广益 集结了创造一个创新的队伍 以及戏剧化的演出 配合特殊的时尚服装的设计 充满了时尚的魅力 以及特殊的文化活力的创造力 今年由SFC街舞团协办 不只评审阵容坚强 报名也相当踊跃 高中组有15支队伍 国中组有12支队伍 这次除了团体赛之外 还增加个人赛 同时主办单位寄出奖金和奖品 相信比赛会相当精彩 非常谢谢合同基金会 特别为青少人办了一个街舞大赛 去年非常的盛大成功 今年继续来伴侣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提供青少人 在暑假一个非常正当的娱乐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 这个街舞大赛 比赛将在7月16号登场 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在当天 也会办理艺术家蒋勋的签书会 届时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前往台南文化中心欣赏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这来台湾定居的新住民越来越多 有位越南籍的新住民 参加新住民基金开设的 美容美甲课程 习得一技之长 除了在伍庙市场开美容院外 也卖起了越南春卷 和凉拌木瓜丝的美食 吸引了不少客人前来光顾 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喉转起来 抓起各式各样的生菜 放进春卷皮里 再摆上虾子和肉片卷起来 丁小姐做的越南春卷 用料实在一点都不手软 还有凉拌清木瓜丝 酱料也是非常浓厚 越南口味十足 也很符合台湾人的味 生菜春卷 人家应该很少 几乎都没有再放那个葱油 我因为我放那个葱油这样的话 就是吃起来口感是有点点比较香 我说老公帮我吃看看 咸度够了没 他说可以了 他说可以我就可以了 除了卖家乡味的越南美食之外 丁小姐开店的本页 其实是美容美甲 看她为客人修剪指甲的手法非常熟练 受到客人好评 能够有这样的好手艺 她非常感谢新著名基金开设的课程 让她学得一技之长 勇敢创业 主要的话就是我看美容美甲的 外面的话卖吃的话 就是因为有时候白天 那个早上的话客人是比较少 所以我想说多利用外面的 多煮那个越南美食 可是没想到我煮 觉得台湾人就是 吃的话就蛮得习惯的 好 我们真的是很感谢 我们台湾的政府 内政部新住民发展基金 提供了很多我们的资源 让我们可以辅导 新住民姐妹在美业的部分 能够创业可以违行的创业 那拥有一技之长 然后并且提升家里的经济力 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 新住民发展基金 为了帮助新住民就业创业 习得一技之长 高雄市新移民多元文化促进协会 透过新住民基金 开设许多适合新住民学习的技能课程 希望能够开发新住民更多就业潜能 像我们这位姐妹呢 她做的美容美法还有餐饮 那在唯一缺乏的就是剪头发的课程 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举办新住民益检计划 那这个课程就是培训新住民姐妹 剪头发的技能 那让他们可以复合式的创业 我也没有想到说我在台湾的国家 那我是一个陌生人从越南过来 也没有想到那个台湾的政府也给我们那个新住民的很多机会 有学习了很多 因为异国的嘛 我们本身是中餐西餐我们懂 可是至少的话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帮忙他 对不对 那个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提醒他还怎么样 来台定居的新住民越来越多 除了超持家务之外 新住民也能够靠自己的好手艺 创业就业 分摊家庭经济 在台湾社会中也能够立足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道 毕业季是每年求职的高峰 有近20万新鲜人准备投入职场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目前有六成的企业开缺真才 而人资单位注重哪些条件呢 一起来了解 又到毕业求职旺季 要如何在众多履历中脱颖而出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人资单位在第一阶段审核履历时 就会先派出不合适的履历 而在进入面试阶段后 求职者也要避免翻车行为 如果就履历方面的话 那包含了像是过往经历不符 或是学历不符 还有就是太频繁换工作 或者是待业期太长 在半年以上 或者没放照片 这些都可能犯了这个履历的大戒 那至于面试的话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说当天爽约或者是迟到 或者是更改这个面试的日期 这些可能都会踩到人资的地雷 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假设你眼神飘忽 或者是说呢 你对职务一问三不知 或者是你这个没有看着对方 眼神不专注的话等等的 这些或者是在滑手机 这些可能都会 让你的面试的时候 被大大的扣分 调查发现 从面试主管角度来看 平均24分钟 就能判断求职者 有没有符合资格 而求职者与面试官双向交流时 准备完整的自我介绍 以及懂得凸显个人优势 都能让面试过程有好的开始 比较必胜获得青睐的话 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积极地展现出你的主动的学习力 还有你的配合度 积极性配合度高 还有学习力加的 这些有三大特质的 就会得到人资的青睐 那在这里有一个建议 那你必须要展现 你跟别人的不一样在哪里 就拿我身为人资主管 我通常大概就问一个问题 那你能告诉我 你会什么别人不会的吗 或者你能告诉我 你会的别人也会 但是你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在哪里 大概这两个问题 如果他能回答得出来 我是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所以我把这两个问题 也送给年轻人 也就是你自己要展现出 你自己的优势 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时薪也好 月薪也好 Don't care 不要太在乎 应该最重要的 你是吸取经验 那这个经验应该是 跟你的兴趣能迎合 我们常常说 这个做自己兴趣的工作 永不倦怠耐风寒 像最近我们常常在跟很多年轻人 在招募的一个过程中 那我们会发现 因为现在科技化 进步得非常的好 所以但是对年轻人来说 人跟人的一个互动 对以往跟以往来说 它是像下降蛮多的 所以会发现在很多跟年轻人互动的过程中 他们的一个表达能力 其实是需要在自己多练习的 反正透过表达能力的练习 可以准备一份完整的一个自我介绍 那在我们的面试的一个初期 就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一般在收到履历表的时候 第一眼当然就是求职者的相片 那因为现在也是科技发达 那我们会鼓励求职者 第一个你的相片 不要过度的修图 这个对我们来说 其实常常会有那个落差 到来应征的时候 会有落差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刚这个统计里面 包含说你的求职的过往的 履历的经验 例如说你是平凡 太平凡的换工作 也会在我们考量的里面 那再来就是有邀约面试的话 请记得不要迟到 这是我们的特别注意的地方 而面试时求职者 也可能遇到奇怪状况 35岁的Tommy 就曾经差点踏入陷阱 而光头发型的严先生 则是遇到一帽取人的面试官 让他产生极大阴影 当初去面试的时候 就是那个面试官 就看到我的发型是光头 他就说你 因为我印试的是业务工作嘛 他就说你这样子替光头 遇到客户 不会让客户觉得很可怕之类的 然后我就说不会 因为我遇到客户的话 我就会用就是比较笑容啊 比较亲和力好一点的表情 去跟客户做交谈沟通 然后他就说 那不然你笑一个给我看看 对 然后就进去的时候 里面都暗暗的 有一点像那种地下 地下前窗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就进去面试 然后有三个三名主管 然后他就是说 先叫我填写履历 然后写考卷 然后写完之后 他们就开始面试 然后就跟我说 其实他们是博弈产业 然后是维修 铁钢机台的方面 对 然后可是可是在我 在我在网路上面看到是 是某某科技公司 然后资讯人员这样 我就觉得 为什么跟我看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调查也发现 求职时名校光环仍然存在 有过半的人资主管表示 可以另外谈续心条件 整体而言薪资比一般非鼎大毕业生 多出百分之八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第三届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 真剑正式开跑咯 总奖金高达310万 这一次以超演化为主题 分竞技与新秀两组 从7月18起到10月30号开放真剑 欢迎全台科技与表演艺术领域的高手 踊跃参赛 挑战科技与艺术跨界的无限可能 真剑报名 正式启动 第三届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真剑正式开跑 总奖金高达310万 这次以超演化为主题 分竞技跟新秀两组 从7月18起到10月30号开放真剑 得奖者出了有高额奖金 作品也会在2024桃园科技艺术节进行首演 邀请大家踊跃报名 增建的启动 那么从7月中开始到10月 我们希望桃园有表演艺术创意 有科技应用创意的年轻朋友 把科技跟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 展现他们又有科技又有艺术的天分 我相信说桃园身为六都最年轻的都市 这一块一定能够有非常接触的表现 也很希望说我们这次增奖的这些得胜者 能够在桃园继续发光发热 那么我们这次的奖金也还蛮丰厚的 我相信说对于所有的这些年轻人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 广义基金会执行长杨忠恒表示 生活在科技时代 未来艺术跟科技会做更多结合 期待科技表演艺术创作者踊跃投见 广义基金会本届也加码提供30万元的广义特别奖 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的权利支持 所以我们现在培养新的科技艺术家是刻不容缓 所以作为台湾唯一的科技表演艺术的比赛的高峰会 希望全台湾的高手不管你在哪里 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的人都看到 那我们今年叫做超演化 就是在疫情过后 我们面临一个更多变的世界 科技也是 那么从去年开始 AI当道有所谓AI生成的新的风潮 再加上5G还有云端技术 我们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演化 转变改变人们想法的这些新的艺术跟科技 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除了有优渥的奖金 还为参赛团队规划完整的创作辅导机制 上一届的竞技组首奖得奖者表示 这对科技表演艺术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大的支持与鼓励 台湾科技表演艺术奖的这个平台的 这个奖补助的比赛机制是蛮激励 就是科技艺术创作者还有跨领域创作者来参加 因为其实蛮难的是这个奖补助的机会 是针对科技艺术跟表演艺术结合的 创作的作品形式去做征选 那其实也是辅助我们很多的呈现 就是一开始的小呈现 然后到后续有类似指导老师 指导科问的创作角色加入 第三届桃园科技表演艺术奖增见到10月30号 竞技组首奖奖金高达100万元 欢迎全台科技表演艺术领域的高手踊跃参赛 挑战科技与艺术跨界的无限可能 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 收到许多人喜爱的霹雳布袋戏来到古都咯 新光三月台南中山店正推出霹雳群霞 亦游古都特展 现场规划了六大展区 融入府城古迹景点 与诱人的美食小吃 让戏民近距离一睹大侠门的悠闲时光 霹雳布袋戏来到台南 举办南台湾首场特展 剧中不少超人气角色来到现场 化身霹雳旅行团 当中融入不少古城元素 涵盖古迹景点 在地特色美食等等 同时加入棕扣筛比赛厨艺场景 让布袋戏英雄展现跟以往不同的面貌 也满足戏迷近距离欣赏戏友的风采 之前看了电影之后 现在有喜欢的角色 我很喜欢唐吴玉 所以我就从台北过来看这个特展 我最喜欢唐吴玉 它是素缓症的师弟 然后现在也是正在 昂党的新剧的男主角男一 有很多新的展现在这边 然后设计的也很可爱 然后有很多很特别的限定的商品 那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英雄 然后会有做一些 各式各样的台南在地小吃的料理 然后也会以版的形式来呈现 所以这次的整个结合 其实是满热闹的 而且运用满多台南在地的元素 配合特展也推出限量胡带 里面包含布袋系全套聚集 和多样周边商品 也有台南独家的联名商品 提供粉丝来做收藏 这次我们针对台南这个特展 其实也规划不少符合在地的一些特色商品 像是我们有出一套的一些 小吃的一些收藏卡 那是用手绘的把台南的一些小吃 用手绘的形式绘出来 然后搭配我们的P0英雄角色一起来呈现 除了金泰展览和周边商品 还有一系列的互动活动 除了有歌手见面会 还有布袋木偶造型养护讲座 相当精彩 展期直到7月底 细米可要把握机会 记者杨春怀才能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法式冰淇淋 至少要有40%的水果含量 要带你来论识一位热爱法式冰淇淋的老板 他决定融入台湾当季水果 做出匠师级低脂无负担的冰品 老板很感谢高雄青年局的青创补助 让他可以拓展厂房 增加冷冻设备 让法式冰淇淋可以在更多的通路 与大家见面 小朋友兴奋的到柜台结账 橱窗中五颜六色的冰品 这些都是法式冰淇淋 店员先是挖取草莓口味 接着再加入爱文芒果系列 最后交到客人手中 老板佩妮提到 之前在法国吃冰淇淋印象深刻 因为里面的水果含量 一定要至少百分之四十以上 这让冰淇想到台湾式水果王国 不如就把在地水果 与法式冰淇淋做结合 去法国旅游的时候 吃到当地的法式冰淇淋 然后觉得超级好吃的话 才发现法式冰淇淋的特色是 水果含量一定要至少四十%以上 才能叫做法式冰淇淋 所以我就想到说 那我们台湾是一个水果的宝道 那用台湾的水果来做成法式冰淇淋 应该会非常的好吃 所以后来回来台湾之后 就因缘忌讳的认识了一位法国的主厨 那他刚好也是想要在台湾 开一间法式冰淇淋店 对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 然后他就来台湾 我们就一起花了两年的时间 那去研发一些用台湾的水果 制作的法式冰淇淋口味 小朋友吃着法式冰淇淋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佩妮也表示自家的法式冰淇淋 与市售冰淇淋的不同 没有化学添加物 匠师也会与当季水果结合 推出精致少量的法式冰淇淋 水果含量有60% 对身体也比较没有负担 我们的话是工匠冰淇淋 就是匠师会依照每一季的新鲜水果 去配置出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而且因为我们是非常小量的精准的制作 那而且我们的水果含量呢 有达到60%是市售冰淇淋的近两倍以上 所以我们吃起来是会有非常浓郁的水果的风味 可是又不会像一般的冰淇淋这么的甜 然后这么的腻 而且非常的健康逼质 还好有青年局提供的清创补助 让佩妮能够安心扩大厂房 增加冷冻设备 让法式冰淇淋可以在更多通路与大家见面 我们有在做B2B这一块 就是我们有在做口味的研发 然后口味的冰淇淋批发 那所以清创补助的话 可以帮我们扩大我们的厂房 并且增加更多的冷冻设备 然后让我们可以在更多的通路跟大家见面 那因为我们今年也有一个新的 就是活动外汇的企划 那也是需要扩大我们的产量 所以清创补助在这一块 对我们的帮助其实非常的大 租金跟身材器具的一个补助 总共15万元 那身材器具主要就是协助清创店家 在扩大营业规模 比如做冰淇淋产品的一些冷冻设备的使用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协助清创店家 能够营运越来越具有规模 能够越来越好 青年局也提到今年清创补助已经截止 将近有300家失业通过 也欢迎其他清创失业的青年 明年也能申请清创补助 记者苏焕军何文鱼高雄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寿司集团 纷纷到基隆插旗藏寿司年初来基隆展店后 另一间号称日本第一品牌的寿司狼 也在基隆占钱店开幕 吸引了不少民众钱来呈现 算一算光在基隆市中心 就有四间寿司连锁店 回转寿司吃什么动动手指 各种生意片立刻送到你面前 日本第一品牌寿司店 在基隆站前展店 首要开始是营运 品牌特别准备了特别商品 鲍鱼籍上市身 让民众大饱口福 会对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帮助 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 他们都在捷运站这边附近 都在交通的要塞 然后停车 停车 駭车应该都方便 它很新鲜 而且不会让你吃的像这样 它这个Q了 这名寿司店在基隆展店 用餐区总共设置176个座位 享用美食寿司的同时 还可以远眺进入美景 店内还设置了网美拍照区 超可爱的寿司造型椅 让民众可以拍照打卡 自明寿司集团来台第五年 已经有35家分店 金融占钱店成了第36家店 最多家知名的连锁寿司店 来金融展店 业者看好金融寿司消费市场 来客树渴望持续上涨 食材的话呢 其实蛮多都是进口进来的 然后我们的寿司米 还有我们的寿司醋 全部都 也都是从日本进进来的 那希望就是可以提供 跟日本相同的味道的寿司 因为这次呢 我们主打的是世界美味 那所以我们就是把世界各地 好吃的食材 全部网罗进来 以目前金融市中心 原有的真仙 哈马寿司店 和今年初加入的葬寿司 而寿司狼 在7月10日开始试营运 金融寿司大战即将开打 我多好吃耶 寿司多喜欢 OK 都喜欢 其他的业者来说的话呢 像是有的是比较 象征娱乐性啊 或者是 有的是季节的一些食材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可以大家就是互相加成啦 寿司连锁品牌 纷纷来到金融插旗 客群各有不同 主打的风格也不同 但对于消费者来说 有竞争才有选择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关注您的注文 词宝宝刘 看不吝点赞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